字幕 李宗盛 回到節目時間,身邊嘉賓繼續有直要輝,Stanley 你好,Stanley 大家好 另一個板塊想和你談談就是地產股 見到事故自然沉底,繼續跌跌近200點 地產股個別回穩,個別又延續跌勢 新世界和行地上天都創11個月低位 新世界有一彈,最新彈到百分之二 不知關不關這宗消息事件 見到本地報章引述消息說房屋局和發展局 近來與業界密密針 見下地產代理商會等業界人士 商會跟他們建議盡快減辣 現在事件不行,再不減辣 提議做甚麼呢? 豁免買家印花稅 減免香港人買第二層樓的稅率 和調整額外印花稅去增加成交等等 不知有沒有用呢? 因為你看看現在的辣椒都蠻辣的 包括甚麼呢? 譬如你買樓,有幾重的辣椒 大家經常說減辣 究竟有甚麼辣要減呢? 包括有些額外印花稅SSD 收銀多少呢?10-20% 這部份是限制你三年內要轉售物業 就要給SSD 另外有些買家印花稅 重隔印花稅等等 各自都15% 分別限制一些非首置 或者一些非本地居民等等 如果真的相關措施鬆 甚至是撤辣 你覺得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你用這個 我分兩個層面去看 如果以一些原先 可能你說很想去置業的人士 這些措施 某程度上 你可能當你有些軟弱 你看到第二層樓的話 當然這些就會叫做 撤辣這些措施 即是拿少許而已 當然會對你有些幫助 但只不過 你也想這樣說 如果你解釋這些動作的時間 二手的供應會大很多 變相之下實際上對樓市的 如果你說樓市 究竟是 情供行不行的話 那規念就是 你本身有個需求 才會可以的 但問題是現在 大家可能不關注的 就是 你可能有經濟的前景 甚至乎是 息侯的去向 這些是會影響著 一些治療人士的信心 所以你說究竟 樓市比較差的情況之下 沒錯 你可能說一些 叫減辣 短期幫助會有的 但如果你只不過 經理狀況 還可能相對來說 是一般的時間 我相信大家 就算 因為大家 我真的不是買一波菜 都會有大決定 所以變相之下 是會有些影響 經理的環境 是會有些影響 OK 即是 都是回歸經濟行不行 沒錯 大家荷包是否有多些錢 人工又不能加等等 對於地產股來說 是否同一個邏輯呢 會不會那個傾向都是刺激短暫 長線的話 真是很回歸經濟 是否真的能復甦 我看得到 那個息口的因素 都比較 我覺得大家要關注 因為為什麼呢 息口的情況 除了可能對於一些 叫做買樓 叫做買樓 一些工業人士 影響考慮的地方之外 對於一些公司來計 如果這個加息 加息上去的時間 這個債務的壓力 都存在 就好像你說這一陣的時間 為什麼大家 在地產股體法 那裡比較有保留 有些審診的情況 最主要就是說 擔心一些個別公司 可能的債務 比較重 這個加息對於他們的影響 亦相對比較大 而且又去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解釋國經濟狀況 就是一般的 那樓價也是叫做 捉不起的話 而且甚至乎 你多次這一陣的時間 那個事業需求 都好像 有些叫減弱的成分之下 一些的訓練商 那個叫做 買樓的成分 又不理想 變相即使股價 真的有些回途也好 變相那個吸引力 都是一半 對 新世界就是 上月總在擔心這件事 大家看完業績 一來盈利倒退 二來就是派息大減 公司嘗試做什麼呢 減派息減資本開支 去換一些錢回來 去贖回永續債 沒錯 去降低他們的債務槓桿 但是如果當中 即是你如果樓市周期 要捱得比大家 預期中耐 其實你未必買到時間 是 如果是的話 其實股價 今天的反彈 你覺得是否真的延續到 我看法都比較審慎 當然 如果回到新世界為例 其實他都有很多業務 可以說樓市這範圍不行 其他有些反鎖 他都多商場 都多商場 不過商場現在 你那個叫做租金那個 有沒有機會叫做加租 我相信壓力都很大 甚至乎一個個別的 而且商場都有一些 比較少見現象 都有一些急泡 所以反映那個事物 都真的不是什麼理想 其他一些的 發財業務 他們都一定貢獻 但始終那個叫做本業 都是樓市 所以除了樓市 有些比較允許改善 否則這批辦法都不建議 大家考慮著 好的 那麼新世界高位 曾經升了4% 暫時叫做回信 進漲2% 謝謝Stanley的分析 有沒有拿著剛才說過 有這個有 是由戶中有的 多謝你先看一看 來到交易現場的時間 港股來到下午 一度跌穿過上午低位 曾經要跌超過230點 低位穿過17,100水平 再創今年以來新低 恆之最新跌180點 到17,151點 分行指數普遍向下 得金融指數叫做反覆微升 成交在武北水底下有450億幾 看看活躍港股的最新造價 看看籃籌股先 當中匯控暫時偏遠跌4毫 做60.5元 中移動、港交所和煤氣同樣都要向下 轉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看看恆生科技指數 今天科技股有份拖低市 科技指數跌近百分之二 做3745點 看看當中成份股的表現 柳伊隻美團被聯合創辦人穆榮君沽貨 上周三和周四合共沽成200萬股 合共套現2億幾 今日股價年日創52週低 見去年3月以來最低 現價佈106元跌幅3% 騰訊創今年新低跌3元做297.6元 至於不理不理和快手仍然維持1%的跌幅 雙湯跌3% 百度跌4% 亦是頭幾大跌幅的藍籌股 和大家看看有什麼股份逆市奇巴有得升 個別三四線科技股有資金追 當中赤子成科技見8個月以來最高 升到7%做2.9元 雲音樂年日養足秋高 曾經見超過4個月高位 不過最新家企不穩要回軟跌5元 5元做88.3元 中環遊8069 建議改名做非道旅遊科技 兼且主席以業務調整為由持任 今日股價做好升1% 留意零售股包豪市 上周二獲David Webb獨立股評人 增持10萬8千股 攝資金額不是很多5萬多元 不過持股量升到7% 另外公司披露 4月到9月半年度 銅店銷售增長1.7% 股價做好升3% 不過早短一度進著5% 暫時回信 留意國美零售 穿底之後升 最多升1.3% 現價大為回信 升到4% 轉看本地地產股 各別逆市靠穩 市場關注月底施政報告 會不會有樓市減納措施呢 見到本地報章報道 有多個地產商會已經和政府回面 建議先設BSD 即買家印花稅 日後再削DSD 即雙倍印花稅 國別地產股反彈 包括新世界 上日公佈業績後 股價創11個月低位 彈到2% 做14.8% 不過高位突破15元 暫時回信 行地上日創11個月低位 暫時彈到1% 做19.82% 至於領展 上日穿底創52週低 今天反覆維穩 最新微升2號 做36.35% 除了本地地產股外 看內房股 今天多隻都要向下 留意陽光100中國 今日公司表示 還不到優先票據的本金加利息 合共1億5千萬美元 出現債務違約 今日股價急錯 創52週低 最新跌1.5%做5.9% 恆大上日急升後 今日回吐最多超過一成 仍然在日中低位附近 跌近一成一做3號6千9 至於中進集團 無法常還銀團貸款 已到期本金和利息6千1百萬美元 另外有四隻境外美元 優先票據違約 來到美市跌幅擴大了 最新要跌先半 去到2號8指的位置 龍虎集團 籃籌內房股 亦都向下跌 大約是3% 交易現場到此 歡迎收看樓市速大外利保善 先看看今天的重點地產消息 九龍灣一個屋苑錄得今個月第一宗二手成交 淘大花園N座低層一個兩房 實用面積368平方尺 原先叫價490萬 減價40萬即8% 以450萬沽出 赤價12200多元 原業主持貨大約14年 賬面獲利超過270萬 韓民田屋苑澳民再以招標沽出11伙 項目成交紀錄冊顯示 最新沽出的單位作價介乎大約1729萬至3198萬 赤價19500至22800 涉及總額超過2億5000萬 不過個別單位的赤價與詐權人接管前相比 大幅低出超過兩成 今天請來美聯的報士明和我們談談樓市的話題 你好,布先生 你好 你好,近期大家最關注 當然就是月底公布的施政報告 大家當然憧憬著 會不會樓市方面的辣椒可以減辣 給大家機會入市呢? 你自己怎樣看? 如果真的減辣的話 會不會真的做到今年樓市的分水? 我相信如果減辣的話 真的是今年樓市的分水嶺 因為我們看到這幾個月的市況非常低迷 以九月為例 一手只有291宗 二手只有2000多宗 最主要其中一樣 就是觀望施政報告 有沒有提振樓市和經濟的措施 如果我相信是減辣或者撤辣的話 一些累積的購買力都會釋放出來 成交量也因為這樣而上升 樓價也有機會回穩 但是如果是減辣無望的話 我相信樓市在第四季 仍然都是交投量非常偏低 樓價就會繼續向下跌 全年甚至乎樓價 我相信會下跌是-3% 雖然減辣 不過就算即是減辣也好 現在息口也不知道是否見頂 你看到銀行還在加根案揭息 經濟還在找出路 減辣你覺得幫到多少? 其中我剛才提過 近幾個月樓市觀望氣氛是非常良 也都有人看樓 但是就不決定 其中主力是兩個因素 第一個息口 第二就是政府樓市的措施 減不減辣 如果是減辣的話 起碼一個不利的因素是消除了 令到有部份的買家都會出來 再去加快決定 至於息口方面 我們相信仍然有機會困住樓市 但是因為我覺得加息最高峰期 都已經過了 就算美國再加息的話 都可能相對的幅度 沒有之前加得那麼快 以及那麼急 甚至有機會在今年見頂 所以如果減辣的話 我相信對樓市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談談新盤 10月都有不少新盤陸續會推 現在發展商推盤的部署是怎樣的? 我們看到在10月份有兩個重點大盤 會有機會推出的 其中一個就是啟德的啟德海灣 也是一個過千火的大盤 另外一個就是北部都會推的 Yohobax有1300多貨 如果這兩個樓盤在10月份推售到的話 我相信10月份的一手膠頭 有機會去到1500以上的水平 比上個月的200多貨 是一個幾倍的升幅 好,談談二手吧 上星期35屋院的成交 按週回升近一成半 不過仍然較年內的平均數 低至四成半 二手膠頭市場繼續低迷 你看原因是甚麼 以及究竟要捱多久 二手我們看到 其實低迷情況都持續了好幾個月 即是如果你用全月的中數計 都已經是幾個月圍住在2000多宗左右的水平 未能突破3000宗 最主要剛才提過 第一個美國息口仍然未明朗 第二就是大家觀望施政報告 第三點就是香港的經濟復甦 似乎都未去到預期之中那麼好 所以三大因素困擾著 亦都見到近期一手 亦都是以一個減價去吸引了二手的客員 令到二手如果你不減價的話 亦都很難有成交 所以令到膠頭引致到已經有好幾個月的低迷 十大藍籌屋卷近期假期的成交都是單位數 你看未來會不會有些轉機 二手膠頭有沒有誘因可以轉回強 正如剛才所說 都是看施政報告 如果施政報告是有設立減立的措施 我相信二手膠頭都會有所上升 我們估計第四季有機會去到一萬宗 每個月都有三千多宗 至於一手膠頭如果是設立的話 我們相信都會有機會上升 因為發展商都會積極推盤 有機會在第四季去到五千宗的成交 過去兩星期見到港島和九龍的二手膠頭 都跌一成到一成半 反而新價升五成幾 原因是甚麼呢 最主要是新價我們見到業主減價的幅度 明顯比九龍港島區減得多些 我們說市場都不是沒有購買力 但就出來執訊盤 如果肯減價仍然會有成交 所以新界區的成交比較突出 剛才提到一些利膽因素 亦都觀望著施政報告 你看現在對樓市樓價的預測是怎樣 正如所說 施政報告如果有減納設立措施 我相信全年樓價是持平的 但如果沒有措施提及這方面 我相信樓價在第四季都會再跌3% 全年會落到-3%的情況 我明白 謝謝布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為於旺角山東街的屋苑溫蘇豪 由順致、莊氏和事件局發展 單堂式設計提供322伙 主打一房佔單位總數86 今次驗收低層A7室 是屋苑最大的一房 實用面積320呎 業主2021年5月已超過743萬買入 尺價23200多元 單位與不少新盤一樣 都使用了玻璃幕牆 不過項目為處旺角市區 嚴樓師認為不理想 我個人不太喜歡玻璃幕牆 因為玻璃幕牆 你要看看放在哪裏 如果風景很美 大大玻璃 你看風景就會覺得很棒 但旺角市區樓全樓景 其實我真的覺得玻璃幕牆是否有意義 而且玻璃幕牆平時經常說 很多漏水問題 玻璃幕牆是比細窗容易出現的 我不太喜歡 不過當然選擇用玻璃幕牆 還是細窗有很多考量 其實這個環境 後面這房間真的很近 變成這麼大塊玻璃 我相信戶主一定會長期拉窗臉 因為其實不要說這棟 就算是再厚一點的棟 它看過來其實真的看得很清楚 我不相信平時會開大窗簾 其實都是長拉窗簾 所以玻璃的玻璃有多大 已經沒甚麼意義了 我會建議其實在市區的樓 是否真的是 必須用玻璃幕牆呢 起樓的時候就可以想想 同樣在主人房 驗樓師在天花的油漆 發現多處瑕疵 長時間不處理 可能會跌下來 我們看看這個單位 冷氣對出這個位置 還有這裡 其實天花的油漆 我們看到好像有點龜裂 這些是油漆棋皮的跡象 它本身的漆膜黏不住的天花 是掃過它 然後聽到聲音有點不同 這些就是那種聲音不同 久了就出現這種龜裂的情況 不管它再久一點 那些漆膜一塊塊小塊會掉下來 這些要做就不難 把那些龜裂的地方剷掉 然後補回油漆棋皮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做就不難 不過不做,美觀性又不好 而且久了之後會掉下來 不過現在也不低作數 已經看到了 它已經出現出來了 這些就是師傅上來 除了龜裂位之外 檢查旁邊的那些 有沒有聲音聽得出來 是否黏不黏的 就順便刷上它 一次過做完就可以了 主人房實用面積大約七十多呎 樓底大約三點四米高 業主想以傢司架設各樓 空間是否可行 間隔是否實用 這間房擺傢司 都有一定它的限制 因為我後面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你不早上床 這個位置很明顯是一個衣櫃位 而床就一定在窗邊 因為只有這個位置才夠長度 放在床上 好像我這裡 是不夠床的長度 如果把它這樣打直去擺 整間房間就很浪費 所以正常來說 那個床就靠在窗邊 這裡有個衣櫃 這裡還有個通道 當然可以有其他設計 如果升到半層 那半層怎麼走呢 其實也有很多考慮 不過這裡因為有工作平台 窗戶在那邊 就會煩氣一點 你不會在窗邊 將床放在窗邊那邊 因為開窗裡有些危險 如果你真的做這件事 在窗戶裡 一定要加上類似窗花 或一些欄 來避免會掉進去 想看竹本的家居置庫 留意今晚財經體育資訊台 天天有樓看 今次的財經消息 美國債息升至2007年以來的高位 加上日元對美元 在觸及150水平之後 急速反彈 觸發力市場 憂慮日本或會收緊貨幣政策 拖累亞太區股市下跌 日經指數跌超過700點 跌幅超過2% 未見超過4個月的低位 212隻成份股下跌 13隻上升 南韓股市在中秋長假期之後服侍 罪犯在區內股市跌幅 見超過6個月的低位 台灣股市同樣跌至超過4個月的低位 澳洲股市達到11個月的低位 內房企業中進集團 因為流動性問題 有4隻境外美元優先票據違約 集團說 因為無法上還銀團貸款 已經是到期本金和利息6,100萬美元 導致4隻美元優先票據出現 債務違約 涉及票據在2024年至26年到期 未償還本金合共18億美元 集團已向聯交所申請 在10月5日起停止有關票據交易 同時將會盡快委批外部股份 評估資本結構及流動性 探索全面解決方案 又會與債權人溝通 以解決債務問題 恒指最新跌172點 補17159點 金融指數升其餘下跌 總成交484億多 消息在這裏休息一集 消息在這裏休息一集 看回環球主要股市都要受壓 美股未開市 但看回美股指數期貨 三大指數現在都要受壓 歐洲股市方面 就見到法德兩市 其實齊齊今天一開始初段無奈 已經去到半年低位 最新兩大指數仍然偏遠 德國DEX指數跌幅到0.8% 口頭補充英國股市 暫時可以反覆靠找到 我們說到債息升 是今天的大主題 看著其實不止未債息升 環球國債都被拋售 尤其是來到下午債 債息越升越有 不止是美國十年期債息 逼近4.88厘水平 三十年期債息 亦都是07年以來 第一次升穿5厘水平 看其他 德國十年期債息 亦都是去到2011年以來最高 看在亞洲當中 日本就市場猜測日本央行 可能就已經出手干預了日元會 後續就要關注 會否真的改變他們的負利率政策 日本債息去到十年的高位 連同五年期債息同樣都創到十年的高位 另外口頭補充南韓 十年期債息也去到十個月高位 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們找嘉賓一起談 有Thomas在 Hello Thomas Hello Crystal 大家好 甚麼事 為甚麼下午 來到下午 不止是歐洲歐美 亞洲的債息全部齊齊升 搞甚麼 我想本身先說美債的債息升 其實都見到通脹預期大家一直都升 之前有試過幾次在這裏講 都有講過油價 就是油價上 本身這個令到大家對通脹預期可能會上升 這個是令到影響聯儲局政策 大家認為原本想加定了息 但現在可能情況還要繼續加息 這部分是令到美債的債息上升 即是大家沽債的 這是第一個反應 但為甚麼會有一些好像Crystal這樣說 好像今天環球都動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當美債 始終很多其他地區的國債債券 其實都很容易叫做美國 尤其是美國長債 即是我們說十年期以上 十年和三十年的國債的息率 跟他們很有關係 很多時都會用這個來做參考 之前就說債價跌得不太多 債息升得不算很厲害的時候 大家都叫做得住 但是當越來越加速 即債息越來越上升的時候 就迫著令到其他國家的國債定價 都開始有個大跌動 而似乎除了剛才說通脹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有因剛剛有單都算幾新的消息 就是美國那邊的眾議院議長 麥加錫給他們的黨友 就罷免了 這件事是很影響現在 因為其實剛剛過去九月尾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害怕 有曾經傳消息 就是美國政府可能因為沒有錢 要停擺 暫時有個方案 退到十一月頭 即是退多了一點點 但是接下來還會不會 政府還可不可以繼續呢 之前大家覺得都是灑花槍的 就是很靠美國那個眾議院 他們可以投票去繼續延續方案 但是偏偏在現在這個時候 就議長被人罷免了下台 那就有點亂了 大家開始有點擔心 都看到其實歐洲或者美國那邊的債市 我們叫做交易員們都開始有這樣的討論 所以就變了我想 接下來這一、兩天會比較關鍵一點 也都會比較恐慌一點的 相信 一來就是怕著 接下來可能要再加息 那個息口的前景 還是一個問號 第二就是在說 剛剛你所說的 一些國會的罷免消息 會不會令到接下來的國會更加混亂呢 這個也是市場擔心的 令到有些國債被拋售 還有看回日本又自己有自己消息 因為事關昨天的日元回價又再進一步穿底 美元對日元一度去到150這些水平 不過就是有一個好戲劇性 就是在短短一段時間之內 突然日元又抽高近2% 現在來到下午 現在美元對日元148.7這些水平 每百日元對於港元大約是5.25元左右 現在大家都在猜 接下來是否真的在貨幣政策上要變呢 看著剛剛我們所說的 日本債息還是高 所以也拖累了今天其實日股 也都是要弱的 Thomas你對這方面你自己怎樣看呢 是否有 都傾向的 因為其實叫做昨晚 其實嚴格來說是昨晚 美國時段就見到有這樣的動作 其實當美元對日元去到接近150的時候 其實都開始有 我們叫做Trading forward 越來越多說法都覺得似干預 因為其實去年的十月 即這個二年十月那時候都試過一次 就是去到150到152到附近 都是做了一個干預的 當然日本央行不會打開口牌 告訴你我做 他一定是先出手 後來才說 這次其實之前都有開過 日本央行有說過 接下來可能都會做一些動作 包括就是原本說過YCC 即是說EVC會停止 還有都有說過 負利率都會逐步都可能會完結 雖然市場來說還是覺得是口術 但是逼近150 就會再做多次 我自己覺得機會都很大 所以變成可能日元 就不要特別打算替得會再弱 例如破五選那些 我想暫時不是那麼大機會 過往其實一段時間 也是日元弱 對於日股 尤其是之前 我們七月的時候 升得很厲害 其實這一陣日股來計 其實都回得很深 由高位 即是七月初以來 累積回吐幅度都去到 矮近一成 今天去到四個月低位 收市都跌成七百幾點 跌幅去到超過百分之一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可能還要再進一步 再收緊貨幣政策之下 日股會不會這一陣的沽壓都未完 短線來說應該會的 我們本身看 我們乳豐的看法 本身就看大概 今個下半年 就調整到可能三萬一千點附近 現在其實穿了 甚至乎如果按現在很短線的 我們叫做還有些動力再下 其實市穿三萬點都應該回 問題是我們警覺只是 197 criterion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很密切觀察 過往來說 日圓通常1星後 日股就是沒有雲行 但是我們就覺得 日本現在經濟就有些不同 很有機會其實在 在未來尤其是市穿三萬點之後 就看會不會短線有辦法企穩 如果企穩的話 其實第四季都仍是 會傾向日股提高一線 但會很忘實 當日日日升的時候 日股都沒有辦法跟著下跌 還是會慢慢有購買力買回 簡單幾天問總結 你又看去到第四季可以提高一線 可不可以再破到之前的高位呢 如果說企穩三萬點內 然後在日日日升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它有購壓力的話 我們覺得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就看日日日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在一起去找 從而就是看日股去到第四季表現 這次和Thomas談到那麼多 待會回來跟回我們講股 今天是再試了今年的低位 曾經下過一萬七千零九十四點 在跌市下不如和大家找一些相對上特別的股份 亦試下可以破到頂的 有些冷門一點的股份 包括有隻中國春來 暫時叫做靠穩南部 是七個兩毫九 其實貼近日中高位 今天高位上位是七個三 是一間什麼公司來的呢 在內地提供民辦高等教育公司來的 六月份開始在四元的平台區突破之後 就慢慢升到七個多這個水平 如果在過去半年期間 累升近七成 不過留意成交很小 大約八百萬左右 另一隻就是新焦點 今天曾經由先股變成豪指股 但最後都要轉跌 主要做一些汽車維修分銷等等 成交有1400萬左右 都是破過頂的股份 是時候說一些健碩一點 看看籃籌股 做得好的逆市 都是看著本地地產股為主 新世界發展 新融機地產 升近百分之一 到三不等 市場繼續衝緊著 衝緊著 會不會有一個樓市減壓的情況 這節先說到這裡 來到尾市了 恆市就跌幅有所收窄跌和 兩點半左右的時候曾經跌過237點 去到17001以下 最新跌幅收窄到158點 17172點 金融指數 地產指數可以由回跌轉升 總成交今天去到520億多 我們就看看匯約港股 來到美市最新造價 立刻跟大家update一下價格的變化 排頭衛營副基金仍偏遠跌一毫三 恆生中國企業跌一百分之一 騰訊跌三個六 友邦繼續逆市升1% 美團保持三個外跌幅 106.5 水平 六四十位 又看到了 來到下午 阿里巴巴跌1.6% 比亞迪跌7.8% 平保跌6毫 港交所偏遠跌8毫 南方恆生科技跌幅超過1% 其他藍售股 看到匯控 來到美市同樣偏遠 跌1毫半 60.75% 中而凍跌少了 最新跌4毫 煤氣跌2千5.3水平 我們繼續找Thomas出來 先問問大市走勢 Hello Thomas 好 Hello Mexo 大家好 問著我們 剛才我們說債息 對環球市況影響 我們港股來到美市 現在跌幅算是收窄一點 一百五十幾點跌幅 跌到何時才結束 長就很難說 但短 短期如果這一個星期 我們看就一萬六千五百 就應該比較極端 純粹說是用超賣的一些指標來講 如果去到一萬六千五 就屬於比較厲害 就有些機會短線有反彈 但反彈可能都是一兩天左右 那種程度 如果你說長一點看 暫時從波幅 即是我們量化的角度去看 即是計數這樣算 就似乎沒有那麼快 因為如果用回恆子的波幅的指數來講 似乎現在都是剛剛開始 我想還有兩至三個星期 會是比較高波幅一些 其實都還會差 你配合環球形勢都似的 因為現在的情況就是 美國的國債 我們逐點說一句叫滑下來 其實全球的股市都會震的了 你看到都不只是港股 港股始終都是提款機 雖然現在沒有多少款可以提 但是都保持著有提的時候 就變成都是有份要滑下去 OK 始終就是你初步看 短期一點去看 16500 看看到時會不會有個技術反彈 但是你剛剛都說了 反彈很短日數 即是一兩天 那那個幅度有多少 如果說現在來講 那個幅度可能就 就是用回16500 叫做比較極端 那就預期這一個星期 就可能走到500至700點 去到那些位置的話 即是我們叫做職業的打法 就會嘗試可能低位做一些撈底 但是如果你說不到的 那它是陰陰跌的 那就沒有辦法了 就變成繼續放血 再向下走 就可能16000都不頂 不過就之前我也有在這裡有講過的 我就說其實如果 就是技術分析的角度來講 就16500應該是 就是中短期都能守得到的 所以如果去到那些位置 大家可以考慮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很空瘡 打算做一些短線交易的話 其實也就是 去年11月的時候 當時有個大列口說 16500大概是那些水平左右 不過我們就看著市場 仍然剛剛也所說 長遠還是要向下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個別股份 有些炒作 今天有隻逆市升的 就是做一些摩打的得槍電機 股價早段時間曾經升過7% 250天前曾經是收復過 之後又要再滾下去 還有今天都是大成交的升 原來又大行唱好 花旗就調高了目標價 調高到14元 他就說現在開啟了 這個30天的正面催化劑觀察 就說預期得槍電機 在直至今年9月底的中期業績 順利和收入 按年可以增長到2成1和1成1 亦都說他們的毛利率復甦 比起預期好 所以就將今年的年度 每股盈利預測調高8% 亦都維持過買入評級 Thomas 看著有這些大行唱好消息 可否就說短炒跟他搏一搏 相對上叫做 如果你說得槍電機 相對上比港股其他的行業 板塊輕微好一點 因為始終他的客人 主要不關亞洲 不關中港市 甚至乎不關亞洲市 就比較做得多些在美國的部分 都是汽車 摩打 相關零件 可能有少少的 但是我自己看過的情況 就是除了大陸報告 認為接下來 我想很主要都是因為 他11月初就會發佈業績 可能有些人就要預先炒作業績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真的現在想著買 你就可能守著剛剛今天起 即是聖上來的那支楊竹的底就好了 可能大概都是說最多都是九個二附近 就要止蝕了 用三號兩指都可以的 還有少住移情 始終博據之後業績 通常他都會派息 現在的預測股息率都有5.7厘 通常11月底就公佈 剛才Thomas所說的業務重心 主要歐美多些 歐美兩部分佔了差不多超過六成 幫家庭觀眾聽聽電話 何小姐在這裡 Hello 何小姐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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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93個百度集團 他的前景是怎樣 還有他做的事情是前景好不好 還有想買 是 未有貨 想買的話 就什麼價位買 還有什麼價位走好一點 你問前景是否想長線看的 是呀 是呀 OK OK 好 Thomas 長線行不行 好 這樣說 百度主要其實現在的情況 都是做一些 在中國來說做一些人工智能相關 AI相關的部分的一些行業的東西 如果說前景 很坦白說整個新經濟板塊 不單止說百度 我們用ATM說 現在都是暫時比較保守一些的 我們看法都不是說太過樂觀 都要等整個中國經濟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才會重新看 很難說因為你說一間公司做得非常之好 我們就覺得不要管了 堅定持有 所以就不會 起碼在我們的立場來說 我們就不會在這個角度 短線就暫時都未是買入時機 我想比較好一點可能130元 在樓上如果有突破才會重新參考 即是再觀察 會好一點 OK 我們先等遲些 先等市況環境好一點 行止收市經價時段 145點 17185點 謝謝Thomas 我們這支時間先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 nya 那 對 millet brigade 就 你說 項 還是 大